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1万颗吧 就跟我手一般大 里面那种1万颗 那我们来数一下 哎呀 我把这个在这个上面数 现在这个上面呢 是一共有200颗 其实我感觉我好幼稚的 刚才你们一打开袋子一数 我在你看那个袋子 我感觉真的可能有1万颗 我说一下哦 因为我这个人呢 机型比较差 所以我是每数100个小猪猪 我就上面画一个正字 现在这个上面呢 是一共有700个小猪猪 太好一点 如果我一个一个这么来会放的话 很废用的时间 所以我数的时候就是这种 我就挨个让它自然偶像降落在上面 我一直数 这样我会比较快 好了 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继续数 现在这一共是 3500颗 这里面还剩下 五半的量吧 继续 现在这一趟也是完了 现在一共是 5700颗 现在呢 还剩这些 剩到最后的这些了 就是希望 现在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加油 最后一点点了 现在一共是 6100个 60 616263 6465 6667 现在这个上面呢 一共是 6267个 所以这一袋并没有1万颗 卖家你看到了吗 杠精时间结束 能想象吗 现在是下午7点42 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想数任何东西了 数一个水宝宝说的满头大汗 好了 我们先准备开始泡水宝宝 插一袋 不是很多啦 再倒一袋 现在里面大概能有 2万颗水宝宝 现在呢 这个给你们看一眼 就是这个东西 浪费了我这么长时间 从下午3点到晚上的10点半 一共耗费了我这么长的时间 你们不要忘记给我两个圆圆的东西哦 我现在要进去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感觉了 现在下一个小脚脚 哇 好凉快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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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凉啊 我的妈呀 这个好凉啊 哦 这个真的好凉耶 这个进去呢就是 假如你光进水里呢 是不会有那种压力感 还是颗粒爽的 这个进去就特别的舒爽 哈哈 但其实如果要这不是我自己一颗一颗一颗数 实践出来 我这一进去我真的不会相信这里面会有2万多颗 但这个真的好好拔啊 哇废 哦 我好喜欢这个 白色的竹竹 我感觉好像母酸菌 好像一口给它咬掉 啊 差水了 我发现了一个 我发现了一个形状最奇怪的水宝 这 它 这个像什么呢 好像小蝌蚪啊 真奇怪 哎呦 等一下 我 花儿 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生活品质的人 生活的品质 记得上脸 摸摸摸 小蝌蝌 拍摸 拍摸 拍摸